小伙子 妈 我和弟弟就在我了 快救弟弟 秦 从你二十年级回家那一刻起 你的结局就已经重点了 秦家的继承人只能是我 秦少 伤者虽然表面看起来并无大碍 实则 多脏器严重损伤 必须马上手术 并且二十小时之内禁止饮水 秦少 伤者虽然表面看起来并无大碍 实则 多脏器严重损伤 必须马上手术 并且二十小时之内禁止饮水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为什么 你当初就不应该就不练回来 你给我死 去这间特护病房吧 浩轩 你在里面吗 你在干什么 浩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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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 是 不要怪你 是我自己不小心摔的 浩轩 浩轩 就是这个账州的祸狠 这么晚了还不回家 我太给你哥哥担心出去找你了 这才出的车祸 我看他这个故意的 自己身上其实一点伤就没有 还把浩轩伤得这么重 喂 半个小时之内 召集江州最顶级的专家为浩轩会诊 我 我没有 是他 是他开门 我妈 说死我 我说你还有一点点良心 你哥哥打电话 哭着说让我先救你 你就是这么怼他的吗 哭 我知道我这个养子没资料给你这个血线 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争承 你要什么放心 怎么我伤好 我现在就走 别了 你怎么 我来了 我请你养子给你哥哥问你了 你不要这样 怎样就出了你一块没你 你别学坏了 江州 江州 他看起来好像不是装的 弟弟 你没事吧 弟弟 老轩 还是你懂事 你弟弟蛋白 有你一半我都省心了呀 这个大哥 刹过弟弟还是应该的 你干嘛 你不要 你干嘛 他不要杀我 他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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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飞 你太不笨了 不要杀我 你再担心我 你就是担心浩雪会抢走你继承人的位置 才下这么狠手吗 你的心为什么这么悔呀 请飞 杀超人出了什么事 我再也告诉你 爸 当初你为什么接他回来呀 你赶快把他赶走 没错 他干嘛被放我们的家人 你别急了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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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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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回到2012年 好先生 有什么生日愿望 说出来解放已实现 你有四个姐姐 至少必须四个愿望 不然 明明我和秦浩轩 这个混蛋童天上 可是这么多年 你们从来没给我说过 一句是很快乐 我希望我跟弟弟 可以顺利毕业 希望和家人们 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哦对 今天也是弟弟的生日 他还没许愿呢 小弟 你的生日愿望是什么 这蛋糕 这蛋糕 这蛋糕果要怎么吃芒果的 秦菲 蛋糕是你订的 你不知道 好像芒果的你吗 啊 就是存心想害死我们家浩轩 你别怪弟弟 他想吃芒果蛋糕 没有错 其实 你换蛋糕之前 应该跟我说一声的 你什么 我不顾你 我愿意跟你说道歉 你 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故意害他的 想要把他害死是不是 没事 就算我说蛋糕是他自己买的 你也不信我 我承认 你 你 你 岂不是为我的生日愿望是什么 我要你们全家人 下地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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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你以为 是你以为一个悲哒人了 我打死你了 记得他还想不懂事 我相信他直接让我灭惯 我会感到这些坏毛病 你这么去 秦妃 你回秦家十年 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 就是 还没有珍珠懂事呢 棍棒底下出孝子 对付他这种人 就该打 打疼了才长记性 那还用说吗 跟你贤一样 拿我的错把和鞭子来 拿 快点 你 你 你 回家 你 回家 我让你回家 你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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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家十年 你等了我十年 你等了我十年 我进入口 你休想多我一下 二四年 好 弟姐 你怎么跟这妈都说的 还敢知我的名字 他不配做你弟 当初我就应该警告大家 把这个混蛋带回家 迟早会成为咱们家的祸害 今天是他俩生日 大家都先冷静一下 都吃一家人 我不希望你们因为我那不愉快 不需要什么 我蛋糕 我吃啊 何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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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必要这样委屈自己 你们是别哭了 大姐在重新店里定一个 秦飞 你今天过分了 你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去鬼葱一把 然后给你妈到何轩道去 我早就在干净 明明我才是你们的学习 可是从我十二次被接回来 就一直被这个样子 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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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好乱 眼力是真实 只会打我 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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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大姐 弟 哥不乖 对不起啊 哥 好轩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好轩 好轩 你怎么回事 好轩 好轩 你怎么回事 没事吧 好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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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往后 我跟你们秦家 很端一决 好轩 哎呀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要过来 上一世 掏心掏肺心 却落到一个乱钢打死的想象 这一世 只为自己而活 红轩 红轩 还削了什么呢 不用了 谢谢 谢谢 可是这第一步 该做什么 飞哥 生日快乐 是吗 家瑜 好久不见 莫快想死你们了 咱们 不是提你家的 好 飞哥 昨天你跟家里人过生日 我说了什么样子 今后 非要再跟我提亲家人 嗯 好跟咱们 放心了 我支持飞哥的决定 看看你这些年 咱那个家 都呆受了 没错 飞哥 咱几个 出去租个房子 就当做家 我们呀 永远都是你家人 嗯 好 我们三个 永远都是一家人 今天是你二十二岁的生日 这个虾 我让你这 你小子是不是忘了飞哥对海鲜过敏了 你没收了 哦 那我拿这个鸡腿不长你 来 飞哥 我的鸡腿 也给你 今天啊 咱们吃点好的 之前 都不舍得吃这些东西 多鸡腿 有了 什么 我保证 三天之内 我们可以实现鸡腿自由 肚肚肚吃 吃到头都不怕 真的 嗯 嗯 听我想象中的更能力 更能力 小伙计 我这边的鸡 都是走地鸡 能吃养 不吃素味 有鸡 让给我担呀 老板 我不买鸡 吃买饭 哎 我们这边的鸡批发不灵修 买几斤鸡蛋 跑到这个养鸡场 真是搞笑 老板 谁说我吃买几斤 我要 两千斤 两 两千斤 我看你这个人不大 哎 推牛到鸡一把好小啊 老板 这是第一斤 哎呀 两千斤肯定有啊 本事今天不太够 等一天 明天这么一天下断 都该来出个整啊 陈家 陈伟 嘉远 把这些标记里的养殖场的鸡蛋 全部收了 有多少 收多少 飞哥 这可是五个养殖场 咱们的实力 恐怕不够吧 这些年 这些年 我勤工俭学 存了一点 都投进去吧 飞哥 这是我全部取的 加我一个 我的 你们 这么相信我 废话 从小学到现在 十几年的交情 你什么时候 蒙过我们呢 就是啊 飞哥做什么事情 都有他的口量 我们 全力支持 对 好 过两天 养殖场的鸡 会大量死亡 到时候 这些鸡蛋 还不公开一天呢 可是飞哥 你怎么知道鸡 会大量死亡啊 有一批黑心商贩 制作毒饲料 价格便宜 很多养殖场 为了贪图便宜 都使用这种饲料 再过两天 这毒饲料的弊短 就会全力握住 可是女生怎么知道的啊 嗨 知不知道什么叫 天机不可谢了 只要跟着飞哥贵了吧 指定 没问题 是 这是 乘风破浪朝头立 堂翻此堂正当时 买鸡蛋只是开始 我要带你们 干票大的 好嘞 好 这么多好吃的 不行啊 秦菲 秦菲 他输了就都每天要输一次猫 你看这猫都打结了 秦菲 秦菲你给我出来 四小姐 秦菲已经三天没有吃完 我看呀 他就知道自己错了 不敢回来了 靠离家出走博取关注 你对我们在家里等他呢 他就是在外面野怪 等我回来十年的杨树 还反了他了 敢这样跟我说话 我可告诉你吧 谁都不许出去找他 让他自己在外边私生自灭 好了好了 在外面混不下去啊 这软久不出来了 外面毒饲料的事情 闹得那么大 又是乱造造的 别再出什么事了 快 二姐 你没事儿来秦菲房间干嘛 刘妈 小姐 小姐 秦菲在几天里 房间怎么变成库房了 这不是秦菲少爷的房间啊 什么 这就是小少爷的房间 秦菲少爷 你再跟我开玩笑吧 这地方是人住的吗 这人住的狗屋都比这单好几倍呢 二小姐 四小姐 秦菲少爷被接回来的时候 就一直住在这里 你是说 他在这个破楼梯间里住了十年 你这个房子还没有谈下两个月 阿姨 你明天必须给我打 你又说什么 二姐 我那个房间太小了 我在想 你刚回来想把大房子 谁给你怪的 这臭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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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 那不是我让秦菲生的狗垫子吗 怎么会在这儿 四姐 四姐 你这个狗垫子要放开去 珍珠不喜欢这个颜色 就给它丢了 四姐 这个垫子我帮你注意 谢谢四姐 他竟然把狗垫子拿回自己用 你们家里面的场面不熟得电厂买 什么关系 他是走在这一顿时 近日 我设的养机厂应有四季素材可为抹受损 互有二十一家养机厂 近三十万之地死亡 你这个 师傅 别跟着乐乐如人啊 从台湾里手里里跟后卖的 将近我打转一笔啊 我听这个的 那个 你先别着急 风浪越大 雨越怪 干杯 二姐 别管他了 我猜不出三天 他就会自己乖乖回来了 宛瑜 你给他朋友打个电话 看看他去哪儿了 我哪知道他什么 要我说 这小子有欠作 妈还是下手太轻 都得回来 废话要推打 秦菲 你回来了 刘妈 所以你拿了什么 孙小姐 这事情被少爷的个人物品 都在这里 秦菲回秦家十年 就这么点东西 这月宾 怎么那么野兽 姐 你不跟我们一起去过节 一个人躲在家里干什么 阿姨姐 我不知道参加苏佩 你一个东西是我 家族群里面几天前就出了 你啊 就是完星太大没看见的 在这儿笑可怜吗 我是弟弟啊 不想去你可以直说嘛 因为 我没有想起来就去 你没家 还不是因为 你平时不和家人亲戚 没见群都没有发现 不是的大姐 我 谢谢啊 秦菲她刚回来 有些怕症 我们要多给她点时间示意 行了吧 这种事啊 人家不想去就不去 还非要求着人家去 好了 我们俩也累了 都各回各屋休息吧 来 今晚的月饼 好 谢谢三姐 这可是 我第一次收到家人送我的月饼 谢谢 我还情假十年 还是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这破月饼 书从不去 天元 够了 学别怎么说也是我们的弟 秦总 我们找到秦菲少爷了 4块2 怎么样 长得很远 是啊 据我所知 你们的批发价 涨到6块 你小子 比我们一圈仇市老板都紧 五块 五块 不能再多了 来来来来来 兄弟都五块了 你还嫌少 哎哎哎 老板 我说你这没有基站 我给你出五块 给我来两千斤 哎你这人怎么正呀 我先来的 好啊 哎我给你五块五 给我三千斤 我出五块六 给我五千斤 哎哎 老板 我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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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好好好 大家都别急啊 都别急 秦伟 晓月 李嘉 我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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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我先来的 我先来的 陆海峰 陆海峰 两千斤 好嘞 好 谢谢老板 二零八 是金钱的味道 咱们再也不用受穷了 飞哥 咱们赚了好多钱呢 飞哥 你有这么觉得这张脑 以前怎么不想露出来一招 不是呀 咱们不看以前 只看以后 跟着哥哥 疙瘩一步 发家日赋 范小刚 好嘞 来 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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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秦飞要搞什么呀 你现在这种穷地方 混游就算了 现在一离家出所 就原形毕落 我一会儿非得好好收拾他 他再找你信心 行了 别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 他在那儿 秦飞 二姐就知道 你这些年受了不少给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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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够了就跟二姐回家了 家 是那个人人都对我论 连狗的地位都比我高的秦家 小点 我知道你有些不满 你有什么问题 跟二姐回家关上门再说 别让别人看着笑 外人 外人 你们才是外人 你们扪心自问一下 这么多 有谁把我当过真正的家人 够了秦飞 我们都亲自来找你了 你还想要怎样 喂 你别太过分了 我们是来看你可怜才来找你 你这样 我很难得做你 秦宇 秦宇 你以后休想才把我当沙包的 你真的以为自己是拳王吗 找死你 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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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什么 你们有病吧 小飞 小飞 大姐 你们怎么在这儿 大姐 小弟她忽然淹淌 这是你的意味 你快跟她什么情况 好 秦飞 上次刘妈说她晕倒很快就站起来了 这么行 更加 对 你们就先走了 大姐 看来这次又是庄的吗 我可没碰她 我有个比赛 我们来拍摄 走了 拜拜 好好好 我马上过来了 我宠物店有点事 我得先走了 三妹 二姐 你也不要浪费时间 秦飞说得没错 整个琴姐 果然没时间 我都管了 大叔呢 我来拍摄 我来拍摄 你们是他什么人啊 只有执行清楚才能先走 我是他二姐 我来请 秦飞 我看你医生名牌 怎么不顾你弟死活呢 他长期营养不良 并且劳累过渡 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十年 你这姐姐怎么当的 行不行 劳累过渡 这是十年 二姐 你的教养 是敲门 谁让你接 出去 不行 二姐 我看你工作太辛苦了 可以准备那边游奶 秦飞 你把讨好我的心思 都放下 在你的坏毛病上 你什么都抢 出去 还不出去 还不出去 站住 我把这收拾干净了再次 小弟 来 喝水 大叔 你手在这儿跟我讲信心 你这一身伤 我绝对把你们起劲而锁死 你 小弟 你不也是秦家人了 医生说你挺想不力 劳累过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还好意思问怎么回事 飞哥在楼梯间住了十年 吃不补穿不能 你们有关心过他 这么多年来 秦家一毛钱生活费都没有给过 要不是飞哥打连过 他恐怕的黄了现在 不可能 我们的生活费财务会要按月给 而且不够还会预支 他不可能没有生活费 你还信不信 这个 是我在里面请家 车上顿没有下顿的伙食费 还有楼梯间的防御费 点一下 小弟 如果真是这样 你跟二姐回家 二姐帮你找大妈讨回公道 妈 妈 他们不配 我爸妈在我出生那天 就死了 小弟 从此以后 我跟你们请家再伴回 好 FlexTV an exciting world of trending dramas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方文